不過臺股的確也是在AI族群的一個帶動之下 真的就是晶晶漲 不斷在創高 鍵盤中又看到了二一九一七的一個新高 請教永年哥 不過當時大家非常關注的臺積電的部分 在今天感覺上就比較陷入整理 之後還下跌四塊錢收在八六五 不過大家也會再問 臺積電其實這一波這樣子漲 大家就覺得原本大家很關心的 這個載機指數 現在對臺積電已經沒有影響了 不是沒有影響 是有影響 那怎麼影響呢 在載機指數要確定載機指數實行 這是在七月底對不對 現在還有兩個月 那所以有三個月的觀察期 這三個月觀察期 按照我們過去的經驗 他通常尤其是美系外資 他會拉起來 他把臺積電拉起來 拉起來幹嘛 所以在七月底之前還是有機會 對 拉高出貨 對不對 OK 好 那所以我們先看看大盤 先看看大盤 那大盤今天又再創歷史的新高 一直在創高 對 可是今天我們看到就台積電 今天的走勢就沙尾函 現在看起來就是外資在賣的 偷賣偷賣尾函 OK 好 那那個沒有關係 因為重點在這裡 重點在於說 像是因為台積電AI概念股 這兩個仍然是整個盤面上的多頭的指標 那台積電走弱的話 那AI概念股就一定要走強 那可是他們有沒有走強的機會 當然有啊 黃文勳來台灣 然後下個禮拜又是這個 Computex 對不對 所以這個AI概念股 他應該要走強 在這個時候 另外因為這個禮拜是股東會的黃金周 這很重要 那大家都因為我們大部分人都喜歡看什麼 看法說會 對不對 法說會會有一些願景 其實真正發揮願景的是股東會 對不對 那最近就是股東會的旺季 開始進入股東會的旺季 對啊 這個禮拜就五百多家 五百多家要開股東會 為什麼是這個股東會 反而是這個最最佳的時候 是因為你得罪法人沒什麼關係 沒有得罪股東 對啊 對不對 對法人我可以講的稍微保守一點 可是我對股東的話 我一定畫個非常的漂亮的願景 一定要讓股東看到公司有願景 滿意 對不對 所以這個黃金周 比較股價一漲難跌 就像昨天有沒有看到 這個像是這個二四五四的這個 然後大漲 昨天連發科 盤中漲停是不是 亮燈漲停 對 像昨天股東會 對 是不是 所以在這上面來講的話 我們是說大盤 大概還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時候在於說臺積電 那臺積電連續兩天收回 尤其今天跌破五日線 可能在技術面上 大家要注意一下 他一定要守住十日線 因為從五月三號到今天為止 他從來沒有跌破五日線 十日線 所以他一定要守住十日線 OK 好 那麼剛才我們也講過了 因為載機指數的問題 那我們再估計呢 因為昨天我們看到很多媒體 都報導說外資紛紛調高 臺積電的目標價到一千塊 對不對 那是不是有可能呢 我們看一下 用短期來算的話 臺積電目前的這個高點 在上禮拜五的收盤價 ADR收盤價是一百六十美元 那等於臺幣大概是一千零三十 那一般來講 他溢價差大概是百分之十三 所以我們除以一點一三 就九百一十塊左右 短期的目標是在這裡 不是一定會來 只是計算的 那中期來講的話 我們就用本益比來算 那本益比來算 外資預估今年的EPS39塊 那我們用二十五倍 為什麼用二十五倍本益比呢 因為這個外資給給台積電的 這個買點的這個本益比 大概是二十倍 那賣點的本益比 大概是三十倍 所以我們取其中數 中間就是二十五 對中間數 大概九百七十五塊 那以長期來看的話 外資預估明年的EPS46塊 所以我們用46乘以二十五倍 就這個大概是一千一百五十塊 甚至還在一千一以上 我覺得應該有機會 當然除了台積電 現在外資也是很看好鴻海 都覺得鴻海少說都兩百塊 甚至市場上已經開始 有人喊到三百塊錢 是啊 然後 散戶 大家覺得已經漲那麼多 買起來有點貴 所以就是很多的散戶開始去買零股 對 沒有錯 所以其實講到鴻海 大家看一下 下個禮拜的Camputex 他也是主角之一 對不對 另外他這禮拜五 他有股東會 大家可以看一下 剛才我們講到 股東會 黃金周股東會行情 禮拜五 鴻海 聯勇 群創 宏基 仁寶 對不對 都大咖 那這個禮拜四 像偽創 瑞育 四星 KY 信華 聯電友達 都大咖 對不對 那明天就是加世達 台光電 南亞科跟智原 所以我們從這裡面 挑出一些比較有機會的 第一個 大家一定會嚇一跳 南亞科 記憶體 大家看 已經可能被很多人遺忘很久 大家就忘記他了 在技術面上 今天還不錯 他今天終於站上了這個季線 OK 好 那麼其實他有沒有很糟糕 真的沒有很糟糕 為什麼 因為大家注意看一下 因為現在三星跟海力是一些國際大廠 他們都在全力做什麼 DDR5跟HBM 那那麼這一些的這個產品 對不起 南亞科不會做 可是不會做有好處 為什麼 因為大家在大廠都在供DDR跟HBM 所以原本傳統的記憶體 都單子都到他這裡 對啊 所以DD3跟DD4 那供需情況就轉好了 對不對 還有AIPC帶動記憶體的需求增溫 所以這一點來講的話 對南亞科說不定在這種右下角的股票 說不定有機會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另外就是世新KY 世新KY 這堂股票 大家想 哇 這麼貴的股票 而且在先前真的修正蠻大 對 修正46% 較近50% 你知道嗎 那可是我們覺得 他有一點點的委屈 為什麼 因為大家注意看 因為他下半年要做這個高低的 這個3的這個開始 要貢獻營收了 預計整年的營收 接近三位數的成長 那成長率非常的驚人 而且亞馬遜已經藉由私募 開始入股他了 那你想想看 有亞馬遜這個大客戶 對 入股的話 那有什麼問題呢 所以他的股價 而且已經開始做一個主底的 一個動作了 所以我們可以注意一下 這支股票 那也是右下角的股票 另外就是鴻海了 鴻海我給大家看是月線 那月線來看的話 哇 他這三四五這三個月已經漲了大百分之七十 對 他不是右下角 他在右上角 那鴻海現在還可以追嗎 已經漲了百分之七十 大家看嚇死了對不對 可是我們如果從月線來看的話 他十五年的底才剛剛成形 而且他這個頸線 他當初的高點的頸線的位置 壓力大概是在兩百塊 那麼左右間的這個壓力 切線的壓力大概是在兩百五十塊 所以如果以技術面來看的話 我覺得他應該還有更高點可惜 因為他過去整理 不是以幾個月 他是以好幾年來計算的 對 那如果用英文的話 叫deckage來算 對不對 十年來算 OK 好 那麼三月份以來 過去三個月你要看到三大法人合計 買超六十七點六萬張 我一直在跟大家強調一點 從去年開始 大部分的個股都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土洋對坐 對 對不對 你投信買外資就一直在跑 對對對 或者是反過來 對不對 可是如果一旦有土洋合作的股票的話 你就要注意了 就代表說本土跟外資 本土法人跟外資都是同步看過 對 這這樣的股票很少 很少 洪海就是其中之一 對不對 所以可以注意一下 另外洪基 洪基是走什麼 這個AIPC的路線 那AIPC大家可能就覺得 好像不怎麼樣 而且跟洪海一樣 他整理也是好長的時間 十年 對 OK 好 整理了十年了 三月份以來投信買超 光是投信買超五點五萬張 那這支股票 為什麼我會就介紹 因為大家注意看 因為他旗下的這個試占率逐月攀升 連四個月都纏連銷售冠軍 而且更重要的是AIPC價格 大概在四萬塊左右 可是在上個禮拜 因為微軟他有講說 他要推出這個AIPC 那AIPC的大廠 大概就是這一些 像是宏基 華碩 這一些 那麼尤其是在 我認為在這次Computex上面 他們一定會推出這個AIPC的這個示範的樣本 給大家看 所以我覺得這個會是一個未來的一個焦點 我們請教友年哥 剛剛我們有聊到紅海 因為現在股價漲很多 很多小資族看好他接下來還會漲 所以去搶買零股 但是有沒有可能說洪家軍其他的個股其實也可以有機會來複製 好 我今天看到這條新聞 那個感慨萬千 你記不記得 不要說這個一年前了 三個月之前 你叫人家買洪海的話 會被罵你 對不對 現在竟然變成了零股之王 這個真的感慨萬千 那所以我們要看一下 那因為洪海洪家軍的股票 他有一個特性 他不漲則已 一漲就是一鳴驚人 對 對不對 就是直接 深蹲那麼久 他就是跳起來 他直接噴出 所以這次洪海 我相信大家也不太敢買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股價已經漲了七十趴了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 他的如果你算他的本益比的話 還不到十 差不多才十八倍 我們現在臺灣股市的平均本益比是二十三倍 非常非常委屈 所以我們現在點到為止 那當然除了洪海之外 他還有他其他的小經濟 像洪准 最近也是非常的飄悍 對不對 那鄭威當然不用講 鄭威一個月就漲七十趴 不囉嗦 不過他這已經漲太多了 我覺得稍微看一下 那對有哪一些還沒有漲的 就或者是還正在上漲中的 我覺得 所以對於洪家軍 我們是要去挑還沒有漲的嗎 應該是已經在漲升當中 要挑強者橫強 對 他現在還不動的話 就不要去理他了 他是走個強者橫強的路線 譬如說我們現在舉例說 譬如說紅准對不對 紅准已經漲了三個月 這個月線圖 已經漲了三個月了 那麼可是大家可以看 他的量價並沒有失控 而且如果他有一天他站上了這個高點 這個高點大概是差不多在七十九塊附近 七十九塊附近 如果這邊站上的話 你看這邊變成兩隻腳 對 兩個大量變成兩隻腳 那這隻股票上檔就沒有什麼套牢壓力 對 這邊一隻腳 這邊也有 對 這個這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另外化漢 化漢這檔股票 這個日漸圖 他在今天雖然是開高走低 可是你可以注意看一下 他昨天是拉松跟長紅 今天開高走低 可是今天亮縮了 所以量價配合 那為什麼會介紹這檔股票呢 因為他是這個大家現在很流行機器人 對不對 AI機器人 他就是AI機器人的概念股 那另外大家注意看 有一家叫做挪威主錢基金 他投資了2025張 他變成他第四大股 所以有這種很穩定的這種籌碼在裡面 所以這支股票 我覺得他有題材 然後也有機會成為這個 洪家軍裡面的主流之一